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5日 星期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早在年初 中国驻美大使馆曾在官网刊文提醒来美中国留学生 谨慎选择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 免得遭遇海关人员的刁难 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无是生非的行为竟然蔓延到了美国多个大机场 近日 一名被哈佛大学博士后录取的中国籍学者 在完成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后 前往美国波士顿继续深造 没成想却遭遇了自己留学生涯中最至暗的时刻 这位中国籍留学生把自己的经历完整地发在了社交媒体小红书上 根据他的字数 下飞机之后 瑞士人晃一晃护照就都走了 但到了他这里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眼睛一下就亮了 把护照按在手里直接叫来了两名同事 就这样博主连在窗口说两句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送进了小黑屋 当然小黑屋并不黑灯瞎火 但这是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对重点怀疑对象单独问话大的地方 这种问话攻击性很强 一般人招架不来 在小黑屋没啥可隐瞒的 博主如实告知自己入境美国是为了去哈佛大学医学院读博士后 研究方向是利用AI模型研究加强针对新冠疫情的影响 说到这的时候还算正常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只是连续追问博主在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方向和论文内容 但接下来的问题形式极转直下 美国海关执法人员发现博主使用的是学术类HEB签证 这属于工作签证的一种 而通常到美国留学使用的都是这一签证 也包括博士后研究生 尽管这个问题很难 但博主还是正面回答了 HEB签证比GE签证更优 所以选择HEB签证 至于会不会回中国 他回答说更愿意和家人生活在中国 问答进行到这 博主其实已经危险了 接下来博主的电脑 手机都被打开检查 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脑浏览器的浏览记录 电子邮箱等全部都不放过 最终 在经过十个小时的训问后 博主被认定涉嫌签证欺诈 随后让博主在一条有刻度尺的墙上拍照 签字按手印并驱逐出境 且五年之内不得进入美国 就这样 博主从从瑞士飞往美国 然后自己买了张机票 从美国遣返回瑞士 为啥这样呢 因为美国的遣返是从哪来回哪去 而不是让你去你想去 且能去的任何地方 就这样 博主乖乖飞回了苏黎世 据博主自诉 他在瑞士的房子已经退租 工作也辞掉了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瑞士居留证是否还有效 幸运的是 博主在瑞士的朋友接待了他 瑞士的博士生导师也给博主续了博士后的合同 让他得以继续合法留在瑞士 尽管这位博主的结局还不算惨到家 但美国这个地方对中国留学生显然是相当不友好了 近几年随着加拿大麻合法化 在公共场所偶遇二手大麻变成常有的事 令人非常无奈 早些时候就有华人在约克论坛上求助 附近邻居每天晚上在家旁边的巷子里抽大麻 味道一直飘到自家后院 家里小孩在后院玩都能闻到 该怎么办 热心网友们纷纷解答 没办法 这其实都不算啥 因为加拿大的大学校园里都要开一家大麻店了 并且令人没想到的是 该校学生会竟然是其背后的最大支持者 三年多前 加拿大本土的潮牌大麻店 Burb Cannabis计划在UBC大学校门口开店 2021年4月 BC酒类和大麻监管处LCRB对这个申请进行评估 这家计划中的大麻店得到了学生会的支持 但没有得到该地区居民的支持 居民们认为大麻店的设立将会影响外国购房者 并且很多国际学生都不能接受 大麻店的牌照申请在2021年6月9号进行了区域会议讨论 投票后大笔数通过了该项决定 最终结果将于6月24日召开的大温地区政府董事会会议决定 UBC官方学生会M Matter Society写信表示支持这家商店 前主席Cole Evans说 对我们的学生社区来说能够方便地获得安全和值得信赖的大麻是很重要的 Burb Cannabis采用了一种负责任的零售模式将使我们的UBC社区受益 然而根据提交给大温哥华地区的反馈意见 学生会的立场遭到了绝大多数当地居民的反对 在总共239份来自附近居民和企业的意见中 22份10%赞成或不反对 而217份90%反对拟议的商店 但很可惜抗议最终没有成功 这家UBC校园潮牌大麻店终于还是要开业了 而且就在本周五 这算得上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了 因为这是加拿大第一家把大麻店铺开在大学校园内的品牌 2024年2月25日 娃哈哈官方发布公告 称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厚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4年2月25日实施30分事实 享年79岁 想必每个生活在中国的小朋友们 都对娃哈哈这个品牌喜爱有加 根据资料显示 1987年4月 宗庆厚承包了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 靠代销汽水 棒冰及文具纸张赚一分一笔钱起家 同年7月 宗庆厚以中国花粉口服业销货款和5万元银行贷款 作为原始资金 筹建了杭州保龄儿童营养食品厂 为杭州保龄公司代加工中国花粉口服业 开始了娃哈哈的创业历程 1988年 从独生子女不愿吃饭 偏食中发现商机的宗庆厚 在浙江医科大学营养学系朱寿民教授指导下 成功研发出儿童营养口服业 伴随着喝了娃哈哈 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 儿童营养口服业走红全国 杭州保龄儿童营养食品厂也随即变更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 1990年 宗庆厚完成初步原始积累 公司产值突破一元大关 利润超2000万元 1991年 在杭州市政府的支持下 宗庆厚以8000万元兼并了有6万多平方米厂房 2200多名员工 并以资不抵债的全国罐头生产骨干企业之一的杭州罐头食品厂 组建成立了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 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个月后 原本亏损4000多万的杭罐厂就扭亏为盈 销售收入 利税增长了一倍多 第二年销售额就达4亿元 净利润7000多万元 此后30多年 在宗庆后的带领下 娃哈哈逐渐成长为一个 即纯净水 饮料 医药保健食品为一体的食品饮料帝国 2010年至2013年4年间 宗庆后还曾三次成为胡润全球百富榜 中国内地富豪榜首富 2021年12月9日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宣布 宗庆后女儿宗富力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负责日常工作 即日起生效 娃哈哈集团表示 宗富力将与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一同 为娃哈哈的稳健发展注入长青活力 没有宗庆后就不会有娃哈哈 更不会有挨的钙奶 营养快线这些家喻户晓的儿童饮品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 让我们为适者祈福 股神巴菲特又有最新消息 2月24日巴菲特又一次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当日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萨维发布2023年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同时巴菲特制股东信也对外公布 这也是巴菲特人生中第46封股东信 在今年股东信的最开头 巴菲特在最开始写了一段文字 纪念查理芒格 称芒格是现在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建筑师 而他自己则是总承包商 为他的愿景日复一日地进行建设 某种意义上 芒格既像哥哥 有时也向慈父 此外 对于外界颇为关注的未来公司接班人问题 巴菲特表示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副董事长雷格·阿贝尔 在各方面都做好了明天担任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CEO的准备 数据显示 2023第四季度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净利润为375.74亿美元 同比增长107.8% 上年同期净利润为180.80亿美元 第四季度营业利润为84.81亿美元 上年同期营业利润为66.25亿美元 2023年全年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营收为3644.82亿美元 市场预期3140.8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3020.89亿美元 2023年全年净利润为962.23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6900亿元 大幅超出市场此前预期的408亿美元 上年同期净亏损227.59亿美元 2023年第四季度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现金储备升至创纪录的1676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2万亿元 伯克希尔哈萨维表示 2023年使用了大约92亿美元回购股票 截至2023年末 伯克希尔哈萨维持有的固定收益证券投资公允价值达237.58亿美元 其中对美债、外国债券、企业债券的投资公允价值分别为102.69亿美元 118.05亿美元 14.49亿美元 此外 作为一家以价值投资著称的投资机构 伯克希尔哈萨维对苹果的持仓一直备受关注 最新数据显示 伯克希尔哈萨维在2023年第四季度售出了1000万股苹果股份 约占该公司对苹果持股比例的1% 减持市值约18.22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31亿元 这使得伯克希尔哈萨维对苹果的持股比例降至5.9% 不过 苹果仍然是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第一大重仓股 该公司仍持有9.06亿股苹果股票 价值约为1740亿美元 在其持有资产中占比为50% 有分析指出 对于巴菲特来说 其减持动作可能出于对苹果未来发展的担忧 当前 全球AI产业大爆发 作为全球顶级创新巨头 苹果却在这一次AI浪潮中持续失声 当前 苹果面临创新乏力 市场竞争加剧 Apps到监管审查 在中国市场销售下降 以及投资者对其增长前景担忧等问题 在多重困境的背景下 巴菲特选择减持苹果股票 可以看作是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一种担忧与策略调整